镜头转到美国 Delta变种病毒 让美国的疫情进入了恶化的新阶段 风险最大的族群是儿童和青少年 将在这个月底实体重返校园 而美国12岁以下的孩童都没有打新冠疫苗 应该说是没有孩童可打的疫苗 美国一个星期之内就有将近9万4千名儿童是新增确诊 住院跟死亡虽然不常见 但是呢这一波新年轻的患者 病况比过去来的严重很多 重灾区儿童医院的病床已经几乎满载 美国的工卫医学专家几乎教职员应该要全面注射疫苗 然后学校全员戴口罩 这样美国的国家幼苗有可能在这波秋冬疫情被保护住 当美国学校陆续开学 孩子们返校上课 更具传染性的Delta变种病毒 空城学童健康安全最大威胁 尤其是那些12岁以下 还没有疫苗可打的孩童 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孩童 一周就增加近9万4千例 让工卫专家纷纷示警 根据美国儿科学会报告 自6月底以来 儿童确诊已经暴增5倍 这个月就大增84% 美国疾管中心统计显示 从疫情爆发到今年1月感染高峰期 15岁以下儿童感染率最低 但现在学龄孩童感染率 比50岁以上成人还高 孩童疫情拉警报 这位17岁患唐氏症的少年 一在纽澳梁儿童医院的家户病房 躺了一星期 体重掉了9公斤 一直以来 各界多认为 儿童少年就算染疫 也不会像成人一样重症 但Delta变种出现后 情况已经大不同 这家医院目前有18名儿童 因新冠住院 其中6人在加护病房 德州最大城休士顿一名11个月大的确诊女婴 因为当地儿童医院病床全满 只能空运到200多公里以外的医院 如今美国平均一天新增11万6千人确诊 一周就上升37% 新冠病例和住院都创6个月来新高 且没有减缓的趋势 东岸马里兰州最大城巴尔蒂摩宣布 重启室内口罩令 而最令专家忧心的就是接种率低的重灾区 到现在还在吵 要不要让孩子在学校戴口罩这件事 共和党籍的佛州和德州州长 禁止学校要求学生老师戴口罩 但眼看疫情不断升温 部分学区不顾州长禁令 各自发布口罩令 佛州人口第二多的部落瓦郡教育局 尽管场外有人抗议 仍以8比1投票通过发布口罩令 德州达拉斯独立学区也要求戴上口罩 希望保护很多12岁以下 还不能打疫苗的学生 全美有7周禁止学校发布口罩令 佛州州长甚至威胁 藐视他禁令的学区官员要扣发薪资 让美国总统拜登跳出来 表示考虑补偿这些地方官员 拜登首席医疗顾问佛西则说 学童身边的成人应该要接种疫苗 且戴口罩 直到孩子有疫苗可打 美国第二大教师工会会长也表态 在Delta变种肆虐下 因强制老师接种疫苗 TV新闻综合报道